群山之顶经现神秘符号群 是谁建造了巨型石旁 又是谁留下了神秘的符号 颠倒辩方群山深入洞穴 寻找乘风的遗迹 破裂数千年前的密码 敬请收看X道安之探秘符号山 前不久我们的编导得到了一条消息 说是在辽宁安山一带的千山山脉中 发现了范围超过了上百平方公里的一片史前神秘遗迹 那可是上百平方公里啊 什么样的遗迹可以覆盖这么广阔的地区呢 我们X道安的编导跟随有关专家 对遗迹进行了一次实地勘察 剩下的一天 北京石客博物馆的刘伟东 和部分民间考古爱好者 共同驱车前往距北京七百公里的辽宁安山 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去考察一座神秘而庞大的古迹 人难民间考古爱好者 安山神秘遗迹的发现者 揭开神秘遗迹的谜团 如今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一个夙愿 到底是什么样的遗迹能够让人如此着迷 在安山市 编导见到了另一位遗迹发现人张俊伟 他是安山人 独自对千山山脉中的古代遗迹考察了近二十年 那上百平方公里的分配范围就是他提出来的 在到达安山的当天 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跟随张俊伟来到了一处古代遗迹地点 这里是距安山市五十公里的一个小镇 在这里的群山之中 张俊伟发现了众多神秘的古代符号 甚至还有石归形状的巨石 你看那个东西了吗 像什么 哪个就那个 凸起的 凸起的 那个方的石头是吧 对对对 感觉像家底那是不是有点像一什么动物探头似的 待会儿你可以看一看 上面全部是神秘的符号 那上面有符号 对 我们过去看一看 这块巨石被张俊伟和仁南看作神龟 他们认为这里就是古人的一个祭祀场所 在石龟的背上 大量的符号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你看这一个大石头不是随便的一个石头 其实呢 它是人为的一个石头 你看这块呢 实际是一个脑袋 头 动物的脑袋 什么动物呢 就是一个龟 龟在中国古代 有着特殊的地位 被誉为零售 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这个龟呢 你仔细看 它这块石头好像很自然 但是你看这块是有意识人为的 给凿出这么一个坑呢 这好像有坑是吧 对 这是人为的下凿子 但是有人凿的 这儿一个 它为什么凿一个 它把这龟的脑袋跟这个壳分开 编导发现石龟的背面有着明显的符号 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圆形弧线 张俊伟认为 那代表太阳 而在圆形符号的另一侧 同样有着一个弧线线条 只是不太清晰 只是不太清晰而已 这个半圆图案 张俊伟认为是月亮 这个龟被雕刻的应该是星图一类的信息 而在石龟周围 同样雕刻着神秘的符号 有方形的 十字形的 还有梅花状符号 而最为神奇的 要属石龟头部正下方的一组符号 张俊伟认为 这组符号应该是一个星图 这是个零形 上面都有 那边还有俩 是吗 那么这样的话 十万年前的北斗星 就是这个 因为你它十万个位置上就有 那北斗星星的排列 排列的图案的话 就是这个想象 北斗星 是被古人最早观测到的星象之一 如今 它是一个勺子的形状 而在十万年前 形状则是一个 带着长长手柄的菱形 这似乎证明了 图案与星图 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城的刘伟东 则更是大胆地推测 这里的符号 与中国古代的 和图洛书 有着密切的关系 你想一想 和图洛书 这是我们认为 最早的文明知识 和图洛书 实际是55个圆点 55个圈组成的 和图和洛书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视为它 和图洛书 或者八卦之前的 这种原始符号 和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 素数之源 最早记录在上书之中 太极 周易等等 皆可追缘之次 在整个安山地区 神秘符号分布非常广泛 甚至在一些山中 农户家门前岩石上 也有神秘符号的出现 梅花状直线的符号 最为常见 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面对着神秘的符号 刘伟东 张俊伟和任南 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但是 无论是星图 和图洛书 或者是祭祀圣地 毕竟只是一个猜测 而像这样的奇怪现象 在我国不只存在于 安山千山这一带 在永州星前县 石增园村 也有这样一块 远近闻名的神秘巨石 那么 这里的巨石背后 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 来到石增园村 就可以发现 村子的周围 蜿蜒着五座 很奇特的山岭 它们都是草木丛生的泥土山 但每个山顶 却又突然长出 奇怪形状的巨石来 传说中神秘的百米寨 就是这座 探似有一顶帽子 扣在顶上的山头 大叔我问一下 咱们村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神秘的石头呀 是啊 有个很新吃的 那个石头 我们就拿下面去 就要和它拜一拜点 你们平常什么事情 才去拜它呢 我们如果遇到天寒的年前 我们就想去搞出枪子 纳烛下面 就想起和它拜点拜 就叫它要我们给它下雨了 就过不了山天 就下大雨了 关于百米寨的传说 当地村民都可以自圆其说 透过它们的描述不能发现 所谓的神石 似乎的确很神奇 在村之书 讲之书的指引下 我们一行人便开始 向山上走去 我主要发现石块的呢 就是这个白米寨下面 和这个石增林下面呢 也有 就是原来火烧过的那个地方 走出一线天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 神石的中间部位 这一区域有一个大平台 据石市东介绍 当时 它正是在这里 发现的第一块刻画符 由于百米寨山顶范围较大 我们于石市东决定 分开寻找带有刻画符号的石块 十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两人似乎仍没有收获 难道说 传说中的刻画石 已经不复存在了 石老师 村长 你们过来看一下了 我们在一处石头的夹缝之中 找到了一块带有纹路的石块 但是市东刚看了一眼 并判断出 这个石块并不是刻画符号 这个纹路不对 这个是自然的纹路 这个是自然的纹路 那一种呢 它这个刻画的呢 刻画的很深 而且很有规律 它这个旁边 每一条都有树像 都有这个树像 中间呢 还有布局 有的地方有 有的地方没有 你看这个呢 它整一块 石市东首先从纹路的形成方式上 否定了这块石头为刻画符的可能性 通过石市东的介绍 我们了解到 这种神秘的刻画符本身 是经过紧性打磨和设计的 上面还刻画着一些特殊的符号 而并非是自然形成的 据专家介绍 如果要验证这些神秘的图案 就是刻画符号 还要进行很久的研究 更深入的研究 但可以肯定的是 目前为止 永州新田地区 还没有发现 类似刻画符号的图形出现 如果这次 石市东的发现 最终证明 真的是刻画符号 那么 可以为研究文字的起源 发展增添不可或缺的一笔 再继续